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咖啡果皮蜜餞,非你不可,柔情蜜蜜 這是我們的目錄前提展過目,這是我們的創意奉機 根據國際咖啡組織統計,咖啡消費總數自2018年級增加1.6% 截至2021年,台灣人均消費量達186倍,表示國人對咖啡的需求度高 東上為台南主要的咖啡場區,果農堅持會噴灑農藥,以生態農防禦方式種植 提供更健康的咖啡,咖啡生產共同有100公斤的咖啡豆會以7秒至10公斤的工作 我們主希望結合代替資源創新咖啡果皮生意,使咖啡果皮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我們主希望將咖啡果皮製成意見度變加實力,變加我實力就使得更安心 我們創意目的1. 研發咖啡果皮的利用方式創造其經濟價值 2. 探討咖啡果皮製成意見的資訊 3. 了解瘦特等對咖啡果皮等間瘦吐吸蓋 4. 透過子酸提味咖啡果能研發新商品利用帶來咖啡果果皮生香精 5. 咖啡果皮利用後續研發讓商品更多元化 這次我們作品特色創意特質 1. 使用咖啡果皮製成意見開創成為主機價值 2. 使用台南東莎的有機生態咖啡果實力,堅決完保與民眾健康 3. 咖啡果皮加入冰糖半雲後,制度很長,分化咖啡果皮進行發酵 4. 咖啡果皮利用商品更多元化,使用時有多重享受 4. 創意發想與設計過程 1. 增加咖啡果皮的新價值 2. 接合飲料室與食物客城市備所屬 3. 創新咖啡果皮的經濟價值 1. 將咖啡果皮與意見結合製成,先讓我們加入咖啡果皮 2. 加入冰糖、咖啡、炒果、烘干、針煎、風味、湯 3. 咖啡果皮密件融入口水牆品 4. 所謂普通創新的半球瓶 4. 所謂的預期結果 4. 解決咖啡果皮究極的論壇 4. 香膏商品打造為特色半球瓶 4. 為咖啡果們開發性的分析 4. 咖啡果皮密件製作歷程分成以下四個步驟 4. 步驟1. 果皮 4. 滾水、汤、湯、中後冷卻 4. 步驟2. 加入冰糖、咖啡、液、小火炒 4. 步驟3. 小火炒至微濕 4. 步驟4. 果乾、激烘乾、60度C 60分鐘 4. 附加產品載件分成三個附加產品 分別為咖啡果皮密件小新品 咖啡果皮密件小品馬、恩蛋糕、咖啡果皮密件小品馬、恩蛋糕、咖啡果皮密件小品馬、蛋糕、咖啡果皮密件小品馬、蛋糕、雪糕 結論 咖啡果皮密件商品多元化 創新將咖啡果皮密件結合小新品馬、恩蛋糕、雪糕頂 接受度高 且能增加產品付光度 咖啡果皮密件及其 附加商品銷售者接受度 依據統計 受測者對咖啡果皮密件 律價皆為喜歡且合接受 本組也將咖啡果皮密件及其烘焙產品 組合成伴手禮形式 並有組合優惠價出售 受測者購買醫院及市場定位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 產品價格購買醫院、包裝設計、創意度及推薦醫院 均德秀者六層以上支持 咖啡果皮密件的目標市場維持 按藏切客屬、可及食材、伴手禮市場、飲用咖啡市場 本組發現 本組實作中發現 咖啡果皮發酵速度快 將咖啡果皮處理後續立即冷藏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有六層以上為受測者 誤以為咖啡果皮 有飲用之咖啡味 使得很好 研究設計流程組 這是我們的研究流程組 請主想過分 研究方法 一、文件探討法 以書及其開論文 集收集網文資料為主 三櫃整層、參考文件及資料 探討咖啡果皮製成密件的可行性 二、使作法 採取使作法進行相關產品製作 再將其加工製成各式咖啡果皮密件相關支援件產品 三、專家訪談 透過實際訪談咖啡果皮製成密件相關事實上 並請其給予製成後的建議 融入其烘焙產品 彙整專家的相訪與建議 作為概念產品參考建議 四、問卷調查法 採用無盡理的方式進行 試施相關產品後 編寫問卷 了解受訪者對咖啡果皮的認知 以及咖啡果皮密件及其相關烘焙產品的 接收度及喜好程度 設計相關原理 介紹咖啡為建造科植物 本主採用水洗再去除果皮、果肉 戒斷時 咖啡果農透過去核精加咖啡生豆皮、果皮、果肉 分離立即冷藏的咖啡果皮與果肉 本主使用咖啡果皮密件農外國果皮、果肉層層層 咖啡果皮 咖啡果皮有助消化促進潮管流動 有助於新陳代謝 咖啡果皮相關產品 市面上已有販售咖啡果皮茶、咖啡果皮醋及咖啡果皮酒的商品 蜜餅 早期蜜餅的製作方法 以新鮮蔬果經過鹽漬或糖漬、糖漬、糖漬或曬乾等 處理方式製成味見 限定製作方法為 處理浴煮、糖漬、紅曬、增加糖品、包裝 花圓片、瑞碎香、當地農外的嘉證斑 加阿瑞女士將咖啡果皮加冰糖 小火拌炒到水分收乾 口感香甜如咖啡苦味 本主參考加阿瑞女士的製作方法 並以果乾淨加果、咖啡果皮密件 低溫、烘、泰鐵、原先的烘散流程 謝謝提升老師的聆聽